罕见的我们讲到弃养的这个部分 如果父母弃养小孩 小孩子可以告父母 而小孩子弃养父母 父母也是可以告的 可是这个例子让人非常的难过 一名天生缺少左手手掌的女子 出生八个月就被母亲给弃养了 整个呢 她的过程是在育幼院长大的 那么颠沛流离现在长大了 也结婚了 也成人了 但是呢 她的生活环境并不算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呢 没想到多年失联的母亲 竟然反过来 告她是弃养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女孩子 她的这一生的故事 真的是比阿信还阿信 比这个布莱德比特演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她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 更加的难以思议 因为她的过程当中 除了在育幼院当中 而且还遭遇到台北市 营桥国小的泼硫酸事件 还好那个时候老师 把她给挡住了 可是这样子对她来说 遗弃她 33年的母亲 现在用什么立场来告她呢 她就是要钱 她没有想说 跟我来说 对不起 我当年怎么样 我有多后悔 她没有 她不是 她是一来就是要钱 她就是要钱 原因就是她 就是要钱 对亲生母亲充满着浓浓恨意 不是没有原因 33岁的陈小姐 天生缺少左手掌 大概月大被母亲弃养 在育幼院度过童年时期 33年前母亲不要她 母女俩等于素未谋面 33年后 母亲找上门 打官司 告她弃养 母亲生母 她并没有 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关怀 所以 其实我 我心里是很难过 那 我在我比较懂事的时候 我了解 我认为说 可能是因为我的手 是这样子 所以她 不想要我 那 在这些年来 她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来跟我联络 陈小姐的人生劫难 不只被弃养 还有民国73年 遭遇台北市 银桥国小 泼硫酸事件 当时的老师 张开手护助她 让她幸免于难 陈小姐可以说是 颠沛流离 长大成人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我一直很期待 有一天她会出现 比如说我回家路上啊 她可以出现在路上 来跟我相拥而起 来跟我道歉 可是她都没有 讲到报恩 她感叹的说 老师比遗弃她的妈妈 伟大许多 从未见过面的母亲 找上门来 还打官司要钱 让她百感交集 专讯林士红瓜旗 台报道